各位这是美国之音在中国时间每个星期六晚上九点现场直播的保健员地节目 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下年问好 林森请假所以呢这几个星期由我来为大家主持 那现在肥胖已经不再被看作是浮相了 反而是高血脂高血压的警示灯 那肥胖是不是一定会引起高血脂 高血脂对健康的危害到底有多大 又应该怎么样来治疗和控制高血脂 今天呢我们就请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姚毅医生 来和大家谈谈这方面的有关知识 那在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直播电话 向专家提出问题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参加节目的方法如下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 请您先拨10810 或者拨108710 再拨8668375161 另外也要告诉大家 美国之音的节目除了通过短播电台和卫星电视播出以外 你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浏览其他的最新报道和印象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好 欢迎回到保健原地节目 今天我们就来开始和专家讨论 首先要看两则关于降低血脂和手术减肥的报道 大多数美国成年人检查过胆固醇 很多人都知道胆固醇的标准应该在200以下 但是有一些医生说胆固醇颗粒大小同样重要 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阿兰夏阿夫曾经胆固醇过高 我的坏胆固醇和好胆固醇的比率应该保持一个长量 但是我的胆固醇比率却不合拍 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心脏学家阿加斯顿告诉阿兰说 他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对于未来心脏病和中风的预测 胆固醇总量不是一个好的指标 但是他说知道你的胆固醇颗粒大小很重要 如果好的时候HDL颗粒很小 它们不是很有效 如果差的时候LDL颗粒很小 它们能容易进入血管壁 这样同时容易氧化还原 这是流行病加强的部分因素 他警告说虽然你的胆固醇正常 你可能会有很危险的小的颗粒 在这个国家 事实上很多人在胆固醇比率小于200的时候 比大于300的人容易患上心脏病 您可以透过改善饮食 增加锻炼和药物治疗来增加胆固醇的大小 你当然可以做不少努力来改变 阿兰改变了饮食习惯 增加了锻炼 减掉了25磅 而且把他的胆固醇量从247降到135 咽血显示他的好的跟坏的胆固醇颗粒都增大了 我感觉棒极了 我觉得浑身都轻松多了 面对健康生活的未来 阿兰有了新目标 我将要很快结婚 我要向我的未婚妻承诺 我将活到我们结婚50周年的纪念日 那是一个值得庆贺的目标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接下来呢 胃绕道手术帮助很多的人减轻了体重 不过这种手术也许还能够治愈二型糖尿病 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谢丽尔毕少一直受体重问题的困扰 我小的时候就是个小胖多 后来越来越胖 直到体重完全失控 44岁时 他的体重达350磅 还患有二型糖尿病 太可怕了 到了这个地步 我知道我必须得做手术 否则就没命了 谢丽尔接受胃绕道减肥手术 麦克医生把他的胃分隔出一个小胃囊 再把这个胃囊与小肠连接 虽然目标是为了减轻体重 但是医生们却发现了另一个神奇的疗效 谢丽尔的二型糖尿病不治自愈了 摩尔医生说 有一种胃功能我们还不是非常了解 不过当我们把一种食物移开 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就容易多了 研究显示 90%的糖尿病患者在接受减肥手术后 病情好转了 我过去一天要打三次 100单位的胃道素 当时血糖仍在二三百以上 手术后一个星期之内我就不用了 现在减肥手术仅适用于极度肥胖患者 不过医生们认为这种手术可能成为治疗二型糖尿病的办法 无论一个人是否超重 我们或许会把研究这种手术作为糖尿病的疗法之一 谢丽尔体重减轻了一百三十磅 她在享受新的生活 身体更健康了 糖尿病也痊愈了 病症全消失了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 看完两则报道呢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保健员第一节目 现在我们就要请专家来介绍肥胖高血脂和饮食的关系 这是来自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姚毅医生 姚毅医生非常欢迎你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 那我们刚才就是一开始就说到了这个血脂啊什么 那首先什么是血脂请您介绍一下 血脂就是那个血液里面的这个脂蛋白的总成 它包括那个高密度质蛋白 低密度质蛋白 刚才那个电视那个短片里面讲了 这个高密度质蛋白是越高越好 当然那个刚才听说就是说那个颗粒越大越好 那低密度质蛋白呢就我们说的内容是那个坏的血脂 就是说它如果要是越高的话就能够增加这个心脏病高血压 还有那个中风的危险 那么什么是好的血脂什么又是坏的血脂 好的血脂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是高密度质蛋白 高密度质蛋白呢就是HDL 那个它如果要是增高的话呢 能够降低这个人的这个患心 人体患心脏病和中风的可能性 一般的来说要是能提高到60以上那是最好的 一般的来说这个女同志由于这个她体内的这个代谢 主要是次级数嘛 她可以提高这个高密度质蛋白 一般来说相对的比较高 那么男患者一般来说应该注意 就是说应该加强锻炼提高这个高密度质蛋白 好像锻炼的能够提高高密度质蛋白 大致一到五个percent 假如说你要是高密度质蛋白比较低的话 如果要是低于35以下的 那就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风险得心脏病 尽管你的那个总胆固醇很低 刚才电视短片也讲 也是 所以说这个胆固醇的总量 并不是衡量一个人这个血脂高和低的 一个最好的标准 当然总量应该是低点当然是好 但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 所以要是要看高密度质蛋白和低密度质蛋白的比例 刚才讲了就是说HDL越高越好 LDL就是低密度质蛋白越低越好 那这个总量前面也提到就是说200以上 那如果就被称作是高血脂了 也不能说是高血脂 那200以上应该是200到220 那么假如说是要是高的话呢 看就是说就进行这个饮食和那个锻炼 六个月以后如果还减不下来的话 必须继续增高的话 可能会增加高质血症 那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 男性好像高血脂要比女性更多 这方面的患者 对 那是因为跟女性的这个体内有刺激素可以 对对因为那个增高这个HDL 叫高密度质蛋白 它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说 假如说这个男性 他的这个高密度质蛋白提不上去 那么有时候会给他 给患者万元性的刺激素 它会提上来 那这个不会有副作用吗 那当然有副作用